乌来是知名的温泉之乡 也是著名的原住民之乡 主要住的是泰雅族人 走在乌来老街上 或许您对一位原住民老婆婆不陌生 她是谁 她是高玉云 今年78岁了 总是非常的有活力 她在乌来老街开了一家原住民餐厅 很多人泡完温泉都要来这儿 吃个热乎乎的原住民美食在下山 口耳相传 几乎成了游客们必吃的店家 原住民的料理 来 里面坐嘛 回去还有还那么久的 冬日的乌来老街 老奶奶这遇憾 把游客的心都喊暖了 忍不住走进去 先喝碗珊瑚椒生木瓜鸡汤 暖暖身子 这个马告鸡汤 吃这个很好 女孩子 身材又漂亮 原住民称为马告的珊瑚椒 够味却不像胡椒这么西化 配上山土鸡和生木瓜熬煮的汤子 是原住民几百年来的驱寒妙方 这间餐厅不属于什么巴勒菜系里面有五行大厨 七十八岁的泰亚族老奶奶的布洛街 研究所有菜单 原住民最喜欢吃这个灰鼠 就是晚上要打 眼睛亮亮要打 用那个弹弓 打 打它会掉下来 当然 现代飞鼠不容易吃到了 不过部落的传统炒山猪肉 却是超热门的料理 用生姜爆香之后 放入肉质扎实的山猪肉片 酒鸡塔 辣椒 是原住民最天然的调味料 起锅后 这是一盘泰亚族的代客好料 这个山猪肉 另外清朝野生山猪 是泰亚族少不了的菜肴 当地其老可都认为 天天是没有农药的山猪 是他们长寿的秘诀 而这个时候 老奶奶突然拿出一样 丁飞好料 那个头都没有了 头的脚也没有 珍惜的香酥这风 虽然外表挺吓人的 但这可是传统 泰亚妇女的美容补品 而这一道菜名很怪的 鸵鸟等半天 其实是凤山羊的鸵鸟肉 炒半天笋 清爽却够味 也是店内招牌 配上古法竹筒饭 或是用新鲜香蕉拌入糯米 蒸出的香蕉饭 就是一顿高与老奶奶 家传的传统圆女饷宴 不过如果以为老奶奶 只会传统料理 那可就错了 很热嘛 很热啦 比较香气来 你可以做马告冰淇淋 你做那个小米冰淇淋 比较特色啊 那个客人吃不到啊 以浓郁奶香为底 融入小米带点米粒的嚼劲 马告的特殊香气 则为冰淇淋增添粗广风情 而一讲到甜点 奶奶立刻兴高采烈 搬出宝贝要表演绝合 很重 要帮忙 不要 这个米要换在这边 那个小米换在这边 要这样子打 示范小米麻鼠 开心到银行高歌 还秀出亲手做的手工艺品 我们在老奶的眼中 看见她对原住民文化 那股打从心底的交往 这个是我奶奶 奶奶 对 奶奶 现在已经应该有一百岁了 不是 大概有一百多岁 跟你有两百岁了 这个很有名耶 这张图很有名 对 她很会支付 然而当年那个崇拜奶奶的小女孩 如今自己也儿子满堂了 我是个儿子 一个女儿 她给我放母亲了 真的很辛苦 还要做这个 做这个 还要带孩子 还要鼻子 还要帮忙 还要让爸爸妈妈 原来当年 泰亚族的高奶奶 不顾族人反对 嫁给了身为客家人的军人 最刻苦的年代里 她努力发挥原住民手艺 耕前织布 帮忙筹琴交绩 如今孩子各个事业有成 直到母亲邪不下来 干脆开了间餐厅 我还不会呢 我今天去葱菜呢 她一直不给我去呢 她把我跌倒 这个泰亚王子 这个太爱鬼了 老公好吃吗 泰亚姑娘的开朗 特加喜富的坚韧 被老奶奶在生命里 织成动人的艺术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